各位朋友们 哈喽 好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是成璐 我跟翘牌的缘分其实很深 平时我家里的车保养 都是去翘牌洗力润滑油保养 用了几次就发现体验特别的棒 就不单自己保养用 我还推荐了身边的很多朋友 现在每次去换翘牌机油保养的时候 维修小哥都特别的热情 就说 哎呀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老来翘吧 以上来先一个谐音梗送给大家 这个我跟翘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俩都非常的有名 不谦虚 毕业以后家里人就问我打算做什么工作 我说我想成为一个脱口秀明星 我家里人都疯了 说脱口秀是啥呀 360行都不够你选了吗 你还得另辟蹊径 最重要的是脱口秀能赚钱吗 我就劝他们 我说看问题一定要全面 说脱口秀虽然不赚钱 但是也不花钱呢 这样呢 就我们当时那个消费水平啊 但凡去得起KTV 我们就不会去说脱口秀了 所以最早演出的时候 我们的观众非常的少 具体的人数呢取决于当天演出的阵容 如果说有N个演员 就会有N减一个观众 全靠我们自己捧 我们演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围成一个圈子啊 跟国外的那种戒酒会一样 依次讲述自己悲惨的生活 然后其他人纷纷伸出援手 告诉大家 哎呀生活失败了 但是失败的不够好笑 当时大家很穷啊 穷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 我们最先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演出 演出半年以后 终于有演员在那里买了第一杯咖啡 老板都快感动哭了 被惑惑了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回头前了 对这种清贫的生活 我们其实都还很OK了 毕竟我们是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演员的穷能叫穷吗 那叫体验生活 后来生活体验的受不了了 我就来上海做了编剧 但我一直都记得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做编剧只是暂时的一个折中 是吧 曲线救国 当时我想的可好了 如果写出什么暴梗 我就自己用 如果写出一般的梗 我就给节目组用 但是我就低估了公司的工作量 一段时间以后 别说暴梗了 烂梗都没有了 此外公司还给我了一个 首席编剧的头衔 首席首席编剧 我开始还是挺高兴的 毕竟是首席嘛 公司也挺高兴 你就是编剧 如果有什么工作搞不定的 诚录来吧 你首席编剧 责无旁贷 如果有什么上台的机会 诚录别去 你是首席编剧 你得编剧 我说我可以既做编剧 也演出 你平常都是要给他们改稿 你跟他们同台竞技的话 你会好好改吗 你会影响节目的质量 我说我保证好好改 公司说不行 你给他们那么认真的改稿 他们用完你的稿赢了你 对你不公平 这样我就被牢牢的 盯在了首席编剧的柱子上 记得当时公司里 能买得起车的头衔演员 虽然很少 但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换机油就选翘牌喜利 改稿子就选首席编剧 为什么呢 因为翘牌喜利 光影超凡 独家黑科技 天然气质油 99.5纯净度 效果成禄 精彩绝伦 无限创作力 不间断出梗 99.5纯编剧 哎呀这个累死我了 这个一不小心巧妙了一下 不愧是首席编剧 后来呢 为了能有多一点的演出机会 我又去了奇葩书 大家应该看过 奇葩书是有一点难度的 因为它要吵架 要辩论是吧 我平时很少吵架 你像我们吐槽大会 都吐成那样了 都吵不起来 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也没事 因为那个节目叫奇葩书 又不叫奇葩炒 只要有机会演就行 于是在节目里 大家都吵成一锅粥 我就很淡定的讲脱口秀 成为了那锅粥里的一股清流 有多清流呢 就像翘牌洗力 都市光影版机油一样 清澈而环保 非常自然的广告 今天给大家 哎呦太激动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完 我的这些经历呢 就是想向年轻的朋友们 表达一个积极的态度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敢于梦想 勇于尝试 如果你的梦想是开法拉利 没关系 你就向着理想努力就是了 暂时实现不了也没事 你可以选择翘牌超凡洗力 都市光影版机油 这就是法拉利的同款机油 也就是说 只要用了翘牌洗力 至少在机油的部分 你开啥车 都像在开法拉利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璐